HELLO 大家最近購得好不好啊 我是阿炮 今天要為大家推薦一款 阿炮我一個不小心就玩到天亮的遊戲 繼聯盟戰棋之後 英雄聯盟又推出了一款新的卡牌遊戲 符文大帝傳說 除了跟爐石戰技一樣好上手之外 符文大帝還添加了很多新的元素 讓符文大帝被譽為2020年最佳的卡牌遊戲 一點都不為過 話不多說馬上進入我們這次的遊戲介紹吧 有7個陣營供玩家選擇 玩家最多選兩個陣營來搭配自己喜歡的牌組 去跟玩家對戰 在大帝傳說裡大部分的配牌思路 都環繞著英雄的特性去組件 英雄們在達成專屬條件後 就會開啟屁孩模式跳出進化的動畫 除了帥氣之外 進化後的英雄還變得非常的強大 進入戰鬥後 雙方每回合都可以提升一個最大水晶的使用量 為使用完的水晶 會存放在法術水晶槽 最多存放3點 只有在施放法術時才可以使用 無法用來召喚角色這一點 大家要特別注意喔 在大帝傳說中 有分進攻方與防守方 進攻方無法選擇與誰交戰 只能選派要進攻的單位進行攻擊 然後由防守方決定由誰與之交戰 因此攻擊方在沒有絕對的優勢下貌然進攻 可是會被防守方以他最優勢的方法交換 而導致局面失控的窘境喔 在釋放法術後 對手是可以選擇其他的法術來應對 因此需要去考量對方剩餘水晶有多少 有可能會用什麼法術來應對 就成了左右戰局勝敗很關鍵的地方 大部分的角色都帶有特性 更生動的突顯每一個角色的個性和特質 由於這些特性非常的多 有些效果在字面上應該很多玩家還是看不懂吧 阿炮我會再拍另外一支影片 來跟大家一一詳細說明 在我的頻道 也會陸續新增一些實戰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才會收到我第一手的資訊喔 這集就拍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炮 我們下集再見